这个Bentage Spender 我们是2月份就买的了 内部做了一些 车顶也做了一部分 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 所以就没办法切割窗户 就是这一扇 这里 也将做一个窗户 另外一个就是这一边 是这里 这一块 也要做一个窗户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一天的时间 来开三个车的窗户 这是我勤快的老公 阳光好强烈 今天 现在才是早上的 9点多10点 阳光这么强烈 这是我们订回来的窗户 爱干净的人 都希望在 装上去之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但是其实装窗户的时候 肯定也会弄脏的了 这是蜜蜂胶胶 再装上去之前要先把蜜蜂胶胶给装起来 这个是我老公从晚上看了某个视频 然后订购回来的高压切割刀 为此还终于买了一个高压机 现在我们就先给每一个要打开的窗户 开个定位口 也就是说定位一下你的窗子要怎么开 把四个角或者八个角都给它定位出来 之后就开始用高压切割刀来切割窗户 奔驰Sprinter的车是自带着像窗户一样的这种宽 你可以切割跟它一模一样大的 你也可以切割更小一点的窗户 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个人需要 如果你切割的窗户比奔驰Sprinter的窗户 要小一点的话 你得使用胶带来固定 避免你在切割的过程中准害到车漆 这次买这个高压切割机 是踩到一个大坑 大家千万不能买 刚才我还隆重的介绍了一下 使用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一个坑 这个切割机这么小怎么切得动呢 因为机器太小用力过度 所以最后我老公的手上起了四个大水泡 但是他一直不想放去 他以为是自己没用对 可是最后发现确实是不对 最后我们还是换成我们自己有的电锯 用了这个电锯才觉得 哇这么方便 所以很快我们就把第一道窗户给切好了 第一个窗户就切好了 我们的阳光之窗 窗户是整个房车的主要元素之一 第一是让车内的采刮更好 二是你在路上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 我们切割之后发现缝隙有点大 所以我们用这个极速泡沫 打在两块金属板之间的这个缝隙 让这个缝隙变得更小 更坚固更安全 并且可以隔音 现在我们来给车做一个防锈的处理 这是防锈漆 在金属板上涂上防锈漆涂料 能够有效的避免大气中各种 俯视性的物质直接入侵 它还可以最大化的延长金属板的使用器械 防锈漆干的很快 几分钟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窗户的主体装上去了 哇 非常的吻合 这是内部的固定框 固定框和窗户主体固定好以后 就可以上螺丝了 这个螺丝是窗户上自带的 I'm happy today 哇 好多好多螺丝 这些螺丝是长这个样子的 第一道窗户的螺丝总共有36颗 上的腿都发软了 但是没办法 这些螺丝是为了固定 窗户的主体和固定框的 细节决定成败 何况这是我们自己的房车 所以最后我们是用这种电钻 把螺丝一颗颗上井了 我们的旅行房车的第一道窗户就装好了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窗户是房车的窗口 有了窗户的话 我们的内外的空气对流就不会成问题了 不仅是如此 我们的窗户还带着有一个沙窗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子的窗户 又可以让空气对流 还可以防蚊子 有了这样子的沙窗 下雨的时候也不用担心 开沙窗会漏雨 看一下 有点灰 sorry 毕竟刚刚装好还没打扫 这是另外一个小沙窗 我们都打开了之后 到外面看一下 这是外面的感觉 立体感很强 而且还非常的漂亮 用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又开了第二个窗户 第二个窗户就在奔驰Spender的侧门这里 也就是副驾的后面这里 打开这个窗户 是因为我们的厨房片漆将会在这个地方 开这个窗户 下雨天的时候就算是关上车门 它也可以让空气更加的流通 而且增加厨房片漆的赵财官 和居住的舒适性 窗户确实对人类的居住环境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是开阔视野 交流内外 在家中 或者是在房车里面 也是取到不可替代的角色 但是这次我们就比上次更加有经验了 这一次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用高牙切割机 我们还是继续使用我们自己的电剧 所以整个签割过程是比较顺利 也比较的安全 而且快捷 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 四点多钟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雨 还好我们的三个窗户都已经开好了 等雨停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看效果是什么样的了 把最后的几颗螺丝上好 整个切割窗户的工程就算结束了 一过天晴 有一道美丽的彩虹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窗户的效果 耶 这样子的几道奔驰 的窗户就开好了 我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是非常的高兴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希望你一直在这里支持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